后来大家看到你的成就之后 你们交流过吗 以前他老开我玩笑 我觉得那种气氛还挺好的 后来我开始有竞争了 就见面就有点正经了 就不是那么 以前怎么开玩笑 就是打去必死坚是吗 就是他老嘲笑我英文不好 然后 然后就反正开玩笑 因为我是他学生 他总觉得要碾压你一下 结果在美国卢卡斯博物馆 我们赢了他 不但赢了他还把库哈斯也赢了 他的老师和我的老师 从那以后就比较严肃了 他有点 我还认识一些国外的建筑师朋友 反正经常参加投标竞赛 谁输谁赢 不是太往心里去 有时候发现有的人还挺谦虚的 就是当我们输给一个 反正我觉得不怎么样的方案的时候 有的人 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够好 可能是下次可能 就是还是 咱还不是这样的人 他输了他不高兴 我觉得他后来 他很早的去世 跟日本的那个事有关系 就是他中标了奥运会的体育场 后来就是被日本人给废掉了 很多建筑师 日本的建筑师出来反对 就把这件事愣给搞黄 我觉得挺可惜 但是又一直在说 日本支持他们自己建筑师 是吧 从第一次奥运会的时候 就是让这一代人建立起来 单下什么 单下这些 他有后来这几代人 所以你觉得 咱还要是他那种骄傲受挫了 大家都说 我因为有一段时间 跟他一起出差 什么遇到一些事 他其实挺有脆弱的一面 有时候挺伤心 有时候还哭什么 就是有很情绪化的 孤独的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 对 但是他还是要给你一个 很在这个男性的世界里 一个斗士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辛苦 我觉得 你想过成为这样 成为斗士吗 我这人挺随和的 我这 他心里有块较劲的地方 心里 对 但是我是因为 爱 我不恨大家 我不 这个城市变成这样 我觉得是有问题 我希望把它变得更好 嗯 打开腾讯新闻APP 添加眼界夜卡 更多精彩内容 独家花絮 等你来看 就看一看 我的结局 就看一看